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H5,神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7月2日,星期日 雷暴警告是現正生效的 特別天氣提示 雷雨區持續在珠江口 和香港二南的大發展 預料未來一兩小時會影響本港 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 今天都是大致多為有趙雨 和有幾陣狂風雷暴 部分地區如勢較大 吹和緩的偏南風 李安峰是減中清淨 最低氣響26度,最高31度 嘩,我們的天氣雷浪回來了 聲音好像哭 人家不知道,以為我逼他說 不是,他說OK 我就康復九成九了 他間中就有點cut 唉,真的是風水問題 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昨天七一 嘩,那些新聞很厲害 警方七一加強巡邏 但是依然有刀客出現 在旺角的街頭 一對夫妻 受刀傷送丸 最初的報紙就寫 後來發生什麼事 然後說那個老婆的前男友 走去砍他們 其實他是拿,不知道為什麼要拿剪刀 那把剪刀究竟有多長呢 有刀不拿,拿剪刀 這個很奇怪 在家裡隨便有什麼 但是這些伏擊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武器上有點奇怪 最後那個老公好像拿摺椅子跟他打過 唉,待會再講詳細 我告訴你,有一宗我自己喜歡跑馬 其實我覺得離奇死亡 這隻馬 很少馬這樣衝過終點之後死亡 昨天就是香港共慶回歸賽馬日 文明之光突然死亡 大吉利是 這個也是新聞 另外昨天高鐵好像有個問題 高鐵不上不下 那些人 有很多故事說 今天 北上過關掃黑馬 深夜排大隊那些 這些情況好像沒什麼改善 詳細新聞內容 唉,昨天多話說了 金鐘 這個政府合署平台 有人笑五星期 這個男子被追緝的 即是還沒抓到人 還有下午五點 有一個報案報警 有一個中國籍男子 在那個低層一樓的平台 焚燒五星期 執法人員 接報到場 涉案男子已經離開了 現場樓下兩面 銷毀的五星期 於是 就檢走 作進一步調查 可能查一下有沒有指毛 看看這個人 是不是 找得到他 案件列作 侮辱國旗處理 消息指 兩塊旗都一米長 是布質 角被燒毀 一隻角 五星期 並非掛在欄杆上 懷疑是他自己帶來燒的 天眼現在正在追輯他 這些高度重視的香港 不容許有這些事情發生 昨天 巡邏都巡邏得很厲害 但是 我覺得有個老伯真是厲害的 衝出來 說要取消《國安法》 那些 老伯真是 真是 大膽 很大膽 報紙就訪問他 他說 有些價值需要堅守 七一遊行 原來消失了四年 沒有這件事 這個老伯好像在旺角 他是 糕屋團成員 不是說粗口 什麼叫糕屋 購物 參加七一 二十多年遊行 這個叫歐陽少雄 就是這個 糕屋成員 糕屋團成員 他在銅鑼灣崇光一帶 戴黃色口罩 他說要真普選 然後又說什麼取消《國安法》 那些 出來 這樣 他說一出銅鑼灣 就被警察截查 他就七點才離開 他說有些朋友都會私底下前來 他說我們二十五年 都是這樣做的 都不爭再繼續做下去 他說應該有些事 香港就會陸續減少 他說你打開《基本法》 遊行集會結社 香港人應該有 現在樣樣都 嚴謹的 他說 他認為要堅守 87歲 他說天主教 是天主教徒 信奉天主教 他說過往一直 都有把訴求出來表達 但是有人說 咦? 七一 那個情況跟之前 六月四日 那個執法有異的 警方 他說 之前 好像說之前 嚴重一點 昨天就溫和一點 昨天就溫和一點 那個感覺上就是 什麼 移送示威者搭港鐵離開 銅鑼灣 離開銅鑼灣 之前就上警車了 現在就 昨天好像比較舒服一點 感覺上 感覺上 但是這些 沒有什麼 也沒有說 有些暴力事件 沒有 你看到 鑄守重兵 維園外二十幾個警員 首一個登口位 嘩 誇張 很誇張 有劍齒虎裝甲車 出動 嘩 真是 雖然是這麼重兵 昨天還沒有搞了一宗 在旺角街頭 斬人的 那宗 警方 首先強調 和七一回歸是無關的 要強調 這是什麼事呢 47歲 是蔡當員工前男友 闖入其單位 哦 開頭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報道有幾份 他開頭 有時間聚 他開頭寫得不清楚 開頭說旺角街頭有人被人斬 其實不是 他是怎樣 是那個前男友走進他們的房子 拿起剪刀襲擊一對夫婦 女傷者 背部 受傷送軟 可能被插進去 警方首先要強調 和七一回歸是無關的 這個個別暴力案件 據了解 警方檢獲一個 二十厘米的家用剪刀連柄 三十厘米長賽刀 懷疑和案件有關 似乎不只是剪刀 我看現在報紙也不太清楚 總之有什麼都先說下去 他寫了 發生什麼事呢 在這個新田地街的單位 屋內一對夫妻 因感情問題發生爭執 這個男人衝進去 和一對夫婦 因感情問題發生爭執 人家結婚了 怎麼搞的 這些是前男友 還是扔鍋不扔蓋 結婚了也打友誼賽 走進別人家裡 就地取材 一開始我還以為他買東西去扔 所以我奇怪 沒有理由用剪刀 但是你又讓他入屋 你猜進廠 你猜進廠 在單位裡面 拿到什麼就攻擊了 眾人糾纏 受傷 現場一帶 展開高姿態巡邏的警員 在樓下那些 迅速到場 在大廈門外截停三人 在門外截停三人 究竟是誰報警 還是報警追下去 我猜就是這樣 你要老保 你知道這些新聞 不是說得太清楚 那麼他們就 全部都受傷 那麼警方 拘捕了一個47歲的男人 那個賽檔職員 就是前男友 是的 那麼這件事也挺 嚴重的 昨天算嚴重的 是傷人案 被扣留調查 那麼男人 頸部 手臂都受傷 他老婆的背部都受傷 全部都清醒送到廣華醫院治理 那麼有一篇 就說 這樣寫的 前男友 闖單位納刀施襲 老公的護妻還接椅還擊 哇 這個說得好像多些 就說 兩人在單位爭執其後 取刀 剪刀 這一份 就是兩樣 左手拿刀 右手拿剪刀 所以說報紙的東西 都是猜猜的 因為你不在現場 都是要寫東西給別人看 把那些東西全部連在一起 現在說 雙方糾纏在地上 驚動鄰居 屠人報警 應該很吵 當時 屠人 不知道 鄰居應該不出奇 聽到旁邊 叫救命 對夫婦 37歲 和38歲 夫婦 47歲 姓蔡男子 就是那個女人的前同事兼前男友 事發時 她說 破門闖入兩人位於上子的唐樓單位 這麼容易破門 一腳踢爆她 用不用 先口角 雖然動武都很衝動 爆門入別人的屋 然後再吵架 在單位 拿東西就襲擊 接椅還擊 打得混亂 地上圍下一雙拖鞋和染血的衣服 對了 真是複雜 警方到場的時候拿盾牌叫鼻 適合了 昨天很多警方高調巡邏 拿了工具和盾牌 包圍手持紅衣的赤薄男人 衣服都甩了 被警察學令 不要浮霸 男人坐在地上 有目擊者表示 當時看到那個男事主 和男疑犯站在街上 雙方爭執 疑犯懷疑 施襲後神情彷彿 男士主旗後就開始求救 二十秒 警員就到了 附近有很多警察 這件事沒有人命傷亡 也與七一無關 不過這麼說 因為七一的高度戒備 令這件事很快就解決了 如果平時都是這樣的警力 如果平時都是這樣的警力 這個世間的罪惡就會減到最低了 對 二十秒到長 其實我覺得天天都可以這樣擺 警察都沒什麼所謂 這麼快就可以撲滅罪行 我覺得這個也要給一點掌聲 不過看到有一位警察 警察當席期間睡覺 上網很多人都關心警察 警察你沒事 這輛車停在韋行昌生村 有這樣的地方嗎 當席警察 睡覺了 是不是違規呢 是的,虧違規 警察也會累 這個應該是開車的那個 張開口睡覺 有些市民說 阿Sir有沒有事 是不是昏迷暈了 擔心他 有報紙寫他睡覺了 他說相信是隸屬西九龍總區的警車 停在屋苑裡面 形容警察受傷 坐在那裡 東方說他蛇王 入夢會周公 究竟什麼事呢 這是網上圖片 應該不是昨天的 應該是前日 前日在Facebook上 封傳的這張照片 只有一份報紙報 但Facebook已經傳到很多 大家都想關心究竟什麼地方 報紙說是隸屬西九龍總區的 他其實如果根據警察的紀律規例 當值時睡覺屬於遺紀行為 一般會對遺紀者 私家書面睡戒 對 貼文引來大批網民留言 有些人說 別人休班不休息 體諒一下好不好 不要看 睡覺始終 睡覺也低調一點 對吧 這些 被人見到很多話說 好 另外看看什麼新聞 昨天有一宗 譬如說 車死的紫皮婆婆 也有很多人說話 說那些車不要讓她出馬路 事實上真的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因為那些顏色又沒有反光 沒有什麼 經常覺得 車會看到她 這樣就死了 竟然 竟然有個的士 不故而去被捕 究竟 昨天不是說是個九巴26歲的男車長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嗎 關於的士什麼事呢 經過進一步調查 昨天下午5點再拘捕一個72歲姓張的的士司機 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意外後沒有停車 意外後沒有報案 據了解的士當時 在九巴前面 可能兩個人都有份撞到 可能在的士撞完他 九巴收制不及撞到他 到未定 原來死者 一個撿紙皮的婆婆 不時在觀塘區出沒 平時都會把手推車推出馬路 亦曾有其他和他一起撿紙皮的人 也有爭執過的 昨天就這樣過身了 好 另外看看 這個 先說這個 有人在迪士尼樂園 柯尿 隨地小便 真是離譜的 母親抱著小孩子 這個動作可能是小女兒 這樣撒發 網民說這件事真是神經 有港人在7月1日的迪士尼樂園 目擊有個大人抱著小孩子 他不是撒坑渠變嗎 撒路中心的恐怖 你小時候看到有些人都是在草叢或坑渠 旁邊這樣撒 他不是的 這個真是 日日都有新聞說 在正路中心 鬥起 嬰兒的屁股 撒在地上 濕透 神經病 直接撒在地上解決 你知道 迪士尼周圍都是廁所的 那些人馬上拍下他 拍下罪證 放上網上投訴 可見黑色穗花長裙的媽媽 抱著一個沒有穿褲的小孩子 地上有攤液體 相信是磨出來的 老爸也目擊全程 還沒有阻止 迪士尼有很多廁所 是不是有需要這樣解決呢 是的 神經病 有網民熟路 因為認得米奇老鼠的擺設 他說左手邊有廁所 可能他找不到 或者這樣說 也不知道有沒有找 磨了再說 究竟是香港人呢 這是沒有提及的 是沒有提及的 是香港人還是什麼呢 是遊客呢 真是不知道了 真是離譜 澳門好消息 下星期起 下星期二起 這麼快 向永久居民派一萬 哇 人家為什麼 連續16年派錢 非永久性居民派六千 我們消費券是不是也有五千還是六千 我們也有 人家派現金 那一刻 那一刻的對比就是 我們說話派話派 說了很久 是不是 然後也收了一期 叫做是 但是人家的速度就是 我昨天看到新聞 人家下星期二開始排 不是 昨天就是星期六 下星期二就 加上那裡 就是前後四天 人家的效率就是這樣 派現金 是不是 然後有些網友說 我們五千元搞了這麼久 還要分幾個月 是不是 多謹慎 你說香港工作 人家澳門的錢 快來快去 是不是 不是 很難說 這裡你可以羨慕別人 別人也羨慕你香港地方大 澳門真的很小 很悶 兩看吧 昨天真的有些嚴重的事情 高鐵西九龍站 信號故障延誤 以離境的遊客是滯留了 他說 讓我回香港也好 陰光坐在這裡 說到晚上七點半 香港西九龍站有信號故障 他說高鐵服務受阻 港鐵人員搶收 到八點半個小時而已 恢復正常 受故障影響 四班來往福田深圳北的車 需要取消 十班車延遲 你說很嚴重嗎 也很嚴重 十班車延遲 四班車取消 嚇死人 你們回大陸 這樣突然間失預算 很壞 不是現在才來壞 你就知道 昨天是大日子 還有 昨天有一個可以趕車北上 那些車主說 這是歷史性意義 一個小時內 抵達珠海 他搶先體驗 這個自駕 北上的感受 我走一些新路 也好 他說 車上將身份證等交予 關員檢查 無需下車 他說 不需五分鐘完成過關程序 成功踏上大橋 他挺好 心情不錯 他覺得歷史意義 他說 只有130架車可以完成預約 他說是130人其中一份子 他感到光榮 好了 香港有些新事 香港 有一件事 在網上吵冤巴幣 在網上流傳 收一張八達通 報紙寫了女子 我又不要跟她說什麼 就是TB 那個是男子頭 有個男子頭 人家說 是不是用兩元車 就沒權收一張卡 吵冤巴幣 在Facebook上 整班人 捉了查菲的職員 跟那個小女子 可以說是小女子 男子頭 吵了 這段影片 搞了五分多鐘 女子重重覆覆 說那些 當然有人說她心虛 甚至在網上 我看到有人說聲巴她 但有人質疑她身有事 究竟是還是不是 不知道 因為有人看到這段影片 是舊的 舊到什麼時候 2019年12月上 在Youtube 叫做舊片 新 即是翻輕 一開始我以為 上年而已 沒有這麼久 原來是幾年前 是的 所以這些 沒事的 最後她怎麼也沒有人知道 不過純粹告訴你 那段影片是舊片 其後雙方一道 你有你講 他有他講 原來最後 說那條女子是離開的 是向那個 樓梯方向離開的 職員跟隨其後 未知最後女子有否被票控 就掉了 整件事 好 另外 喂 香港大學宿舍爆欺凌 宿舍生慘租 逼文臭腳 不算是 閉嘴令頭型被壓制 欺負過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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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負過人 欺負過人嗎 有沒有打人嗎 這麼說 這些大學生 給她三個字 讀屎片 校園欺凌对受害人影响深远 但是这些野兽的行为 人类的劣根性 无论什么时候都有 没有办法,里面的系统有这些事情 野兽欺凌的弱小 韩国还严重,以我所知 照片中可见被压制的男生一直紧闭着嘴 试图转过头,避开前面的拖鞋 有网民见到那个地方 就知道是香港大学的宿舍 应该要严重这些欺凌者 报纸就向港大查询这些事件 就是欺负人 有些人说2023 还玩这些事情? 不关事,3023也是这样的 除非人类灭亡 是的 年轻人喜欢搞这些事情 没有个年轻人 这三成群多少岁都是这样的 五、六十岁、七、八十岁都是这样的 老了那些没有玩得这么离谱 越年轻就玩这些事情 不过这些都不是玩,是欺负人 欺凌者成世有阴影 但是刚才好像有五仔说 用个玩字去解决一切? 好玩吗? 也是那句 读诗片 小学、中学 就说 你读了这么多书 又考了多少诗才能入到那些学校 做了这样的低能事 是白痴仔 白痴仔所为 是的 你这样玩别人 人家报复 半夜拿到桶子 搞到很多麻烦东西出来 当然不要欺负人 几个人欺负你,一个人帮忙 不要搞这些事情 下次欺负你 真是讨厌 你在大学里 其实中学这些更离谱 你中学 你也可能会说什么 中学很多是说黑社会的 不是说笑 你大学说不说这些东西 你读这么多书 应该也不是吧 是不是老称 但是也搞这些东西 老称有老称的规矩 所以 有些家长说 叫子女读大学 看到她的神情有什么不开心 是不是被人欺负 那些要关心一下才行 另外又有一宗 也是很疯狂的 男人四眼仔 不断狂踢 那个港铁车门大叫 为什么要限速行驶 为什么 我也扮得很迟 这个语气 为什么要限速行驶 他就是不断地说 为什么要开慢车 其他乘客就叫 渴望他 不要人踢 不要人再踢 真的是这样 他说 男子已经踢了车门 最后有人抱着他 有人就衝过去抱着他 很有趣 他问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也讲道理 虽然有些人觉得他是有问题 如果你问为什么要限速行驶 如果你问他 为什么要限速行驶 你问他 那你踢他会快一点 是不是 你问他为什么 那为什么你要踢他 你踢他会快一点 你猜他怎么回答你 你猜他怎么回答你 是不是 他说道理 你跟车说道理 我跟他说道理 车是不会听你说的 可能行 是否要试试 但是有人就衝过去抱着他 是的 抱着他 觉得他挺勇敢 在港铁有时候也看到很多这些 失控了 我见过几次了 在头等车厢 有一个不懂得说话的男人 对着空气 不断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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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在车厢 不知道是发羊吊 还是惊恐症的 小孩 有一个社工 还是他爸爸 抱着他 人们散开 让他制服他 不断摔地 好像很害怕 尖叫 大喊 很惊恐 很惊恐 我看到那一幕 我深入念经 哎呀 很惨 你说那个肉身 灵魂在这个肉身里面 不知道他父亲还是义工 那时候也很狼狈 很尴尬 又是抱着很惨 但那次反而没有人拍 因为大家知道那件事很惨 不是小孩 十七八岁 又是在车里面 可能很多人有幽闭恐惧症 那些困住在一个地方 然后他很不安 很多人都会 然后就发生了这些事情 这次这个 为什么要恨了行死 这个人的声音很有趣 这个人的声音很有趣 叔叔跟他说 道门被你踢了 你冷静点 每个人看着你 最后怎么样 其实不知道 最后不知道 看到有个叔叔抱走了他 有人说一直觉得很惨 他说其实人家有问题 我说不要笑 不是笑的 这个世界 有个叔叔很勇敢 很有爱 好像哄小孩那样安慰他 他见过叔叔 踏着他肩膀叫他停 叫他安抚他 不是说有些人 有些人兇他 有些人兇他 那些人兇他 有些人安抚他 其实安抚是好一点的 不过他 你知道香港这么多 暴力事件有时候 都是 找命搏的 真的 那些叔叔也是英雄 有些叔叔 你不要看他这么粗人一个 其实耐心也很温柔 这些事就没办法 最好就不要有人失控伤人 其余 他 襲击死什么都不好 有什么事 踢开了车门 真的捲了几件下街 就麻烦了 很多这些事情想的 刚才所说 我自己会问他 你踢他也没用 为什么你踢他 会觉得他快了 然后踢他也会说 对 那怎么办 没有啊 你跟我聊聊天就到站了 赶着去哪里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去哪里 大家活在当下 新闻讲到这里 下次再跟大家讲其他新闻 拜拜